好 回来之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 讲到乌克兰 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 这个赖清德的这个520演说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 重新看待一下 此刻打了第三年的乌克兰 全国废墟化 好 过去24小时的这个情况呢 其实一个标题的话 就是哈尔克夫开启了绞肉机模式 你就懂什么叫做绞肉机模式 然后我们看到俄军出动了 包括刘烟刀啊 无人机啊 航空滑翔炸弹啊 乌军造成了一些重大损失 当然也有一些小部分的一些反攻了 那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这个绞肉机模式就是 你来多少 灭多少的概念 然后呢 在这个关键时刻 然后在普丁跟这个习近平见面 拥抱在台海的紧张情况之下呢 中俄高层再度对接 就在这个上和会的外长会议当中 王毅跟拉夫罗夫又再度见面了 两人有很多原则性的宣誓 与此同时 大陆常驻联合国的副代表耿爽 在联合国也直接单挑美国 中国有权跟俄罗斯在内所有国家 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 不应当受到干涉跟破坏 亮哥怎么看待接下来的乌克兰 哈尔克夫之后呢 昨天立将军在现场 立将军的预测 下一个他认为会是基辅 没有啦 哈尔克夫还没倒啊 对 他说哈尔克夫下一个 我觉得因为普京有讲 他哈尔克夫是 他不一定会去进攻啊 那我认为这个有点像围典打员啊 就是乌克兰可能会被迫 调动顿巴斯的部分的部队 去打哈尔克夫的周边 那他就是要消耗 消耗你的有声战力 我认为他的打法是这样 所以那另外一个就是 他在策动哈尔克夫的内应 所以很可能就是 1948年的北平模式啦 因为你去打哈尔克夫 对俄罗斯太伤了啦 这个是一个高等教育 还有工业技术的集中中心 那而且是讲俄语的 所以里面事实上有很多人 不一定亲乌克兰 所以你如果真要去打 我觉得对俄罗斯是不划算的 所以他应该是 目前是为而不打 那为就是你乌克兰要来救 那我就一直消耗你的援军啊 然后呢他在内部开始 看能不能鼓动一些内应出来啦 然后让他自己开门结束这个战争 比较可能是这样啊 那我认为他在奥运之前 应该会选择 比如说哈尔克夫这个地方 假设他能够全部占领 那这个就是一个阶段 因为他打基辅的争议太大了 我不认为他会打基辅啦 他应该就是德烈伯和以东 大概如果哈尔克夫打完 他顶多再往前 再弄出一些军事缓冲区 另外一个比较迫切的 可能是奥德萨啦 不是基辅啦 因为奥德萨这个地方 也是讲俄语的 那因为奥德萨 可以攻击黑海舰队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 这也是一个必要的 要建立军事缓冲区的 一个地方 可是奥德萨他如果打 我认为北约一定会介入 因为奥德萨后面 就是罗马尼亚 非常的直接 而且会影响到 乌克兰的进出口 乌克兰就会被 变成一个内陆国家 这个影响太大了 那北约也不乐见 俄罗斯完全控制黑海 所以我认为 俄罗斯如果打奥德萨 北约会介入 会怎么样介入 就是真的派 雇佣军进去 而且会 因为他离罗马尼亚蛮近的 所以他要介入比较容易 那哈尔克夫真的距离很远 那对北约来讲 他要介入真的非常困难 我认为大概 俄罗斯无论如何 一定要保住他的一个 这个接近欧洲的一个舰队 那波罗的海舰队大概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芬兰已经加入北约了嘛 就卡死在那里 那黑海舰队他无论如何要保全 目前已经被干掉三分之二 昨天扫雷舰也被干掉了 是啊 所以我就说 他一定会在这个地方打出一个缓冲区 因为他也要保护克里米亚 所以我认为大概是这个地方 我认为他主要就是打这两个地方 就是奥德萨的弄一个军事缓冲区 然后哈尔克夫我认为他最后会把他打下来 所以目前这个态势跟节奏来看 奥运前停火有可能吗 有可能 有可能 其实那个停火的意思 在军事上的意义就是说 没有大规模的地面战争 那突袭那个没有办法 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德烈伯河的内核部队 他会开始往上开 那终点叫做基辅 可是他不会开到基辅 那太吓人了 可是他必须要往上开 因为他要撑住德烈伯河以东的地盘 那如果 如果哈尔克夫真的被打下来 我认为乌克兰会有一个溃败的过程 就是德烈伯河以东的一些部队 就会有一些 就会投降 溃散 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事实上你现在用 那个共军渡过长江那段历史 会比较准确 就是国民党那时候已经军心患散 那知道要三大战已经打完了 那要再集结一个部队 跟共军有一个大会战 基本上已经不可能 我觉得就是那样的心理状态 那那个时间大概拖了将近一年半左右 好所以乌克兰最近还要再征兵嘛 昨天我们特别讲那个管水利系统的啦 管工暖的啦 工人也都要上战场 全面崩溃 好关心中国大陆经济的 最近都在热烈讨论 这个大陆旧楼市 旧房市的一个新政策 我让委员谈一下委员的强项 5月17号大陆央行宣布了嘛 这个题我们昨天大概有谈一下 几项措施有没有 那在大陆有非常多的形容词 有的说是史诗级的 有人说是史上最大胆的等等等 你就知道这个有多严重 然后它是有这个合力风嘛 我们看到这个层级也很高 一层一层的 然后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呢 各城市就动起来 第一个我们看到很多限购就取消了 当然限购取消之后 各城市的买气不一样 有些城市好像就不动如山 但有些城市好像就不得了 一下子开始排队 要要号了 那深圳二手房 还有我们看到像包括杭州啊等等 感觉上这个银行索机都相当不错 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大陆人民 好像愿意比较愿意把存款 从银行中提出来 准备至少开始讨论了啦 开始讨论我要不要买 买在哪里等等 那外媒也非常的关注 《华尔街日报》就说 这是大陆推出迄今 最大胆的救房式措施 问题是你买房的规模 还有资金从哪来呢 然后这次很特别 它是一种以购代鉴 提振市场的信心 然后有分析师认为 这个代价至少是五兆人民币 那在此同时 这个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也公布了数据 在四月份整个境外投资的数据 净买入境内的债券股票等等 这个金额也在往上提升 这个外资机构呢 是连续八个月增持中国的公债 委员你怎么看 这个叫做中国版的房地产量化宽松政策 大家听懂了 这样就懂了 这个美国当时碰到了金融危机 为什么会推出量化宽松 因为以前联邦政府出钱买的 都是买政府公债 或者是买那种 就是所谓的AAA级的企业债券 这个在市场上平常你讲 品项不多 后来碰到金融危机的时候 美国联邦准备怕银行倒闭 企业倒闭 就下手不管三七二十一 Bplus以上的通通买 有多少买多少 变地银弹 这叫量化宽松 第一次不够 第二次 所以不是有QE1 QE2 QE3吗 是这样来的 中国大陆就把这个概念 搬到房地产来 它首先什么叫做保障性住房 就是好像台湾没这个制度 就是专门政府提供给 中低收入户配租或配售的房子 他不认为是商品行 就是说自由市场买卖是商品房 然后如果政府的 有手上这些房子 给特定中低收入租 有点像我们社会住宅 或者卖给他 他是没有自由买卖的权利 所以在保 他的名字叫社会保障性住房 大陆为什么要取那么长的名字 我也不太懂 我们简单讲就是社会住宅 或者是新加坡叫什么 公什么组屋 什么叫 新加坡有个名字很奇怪的名字 不是他什么公什么组屋 反正大家知道有这个概念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这种制度 它现在什么意思 就各地方政府 你们辖区里面 有很多的房子没办法处理 存落太多了 房地产都快倒了 房地产建商都快倒了 那怎么办 地方政府拿钱出来 是吗 去把这个商品房买来 去做保障性住房 以前保障性住房 政府自己干 你现在不用了 你就买来 去张保障性住房 这就是以购代借吧 对 我以后不要再干什么保障性住房 我就买来住 那你说我地方政府没钱啊 没有钱 没有钱 你跟银行借 所以银行借给地方政府 去把它买来 商品房买来变保障性住房 所以商品行的存量就会降低 然后市场上房地产 公司倒闭了 剩下的房子也可以处理 但重点来了 我银行为什么要借给你地方政府 那万一你还不回来 我不是挂掉了 没有关系 银行在把这个借助器的款项 去跟人民银行债贷款 所以为什么出现债贷款 就是各位一般的商品银行 你如果借给他 万一周存不灵的话 把你那个借给地方政府的贷款 拿来给我 我债贷款给你 最后我同胞了 所以这个3000例就会有个乘数 比如说我这个银行 我可能带了30亿出去了 人民币出去了 可是我可能其中 大概只有10亿 怕会周转不灵 我拿这个10亿 再去跟人民银行贷款 那人民银行就给你 比较好的利率 让你这个银行 在利差中有点赚头 鼓励你银行愿意借给地方政府 那地方政府 因为把这个商品房变成东西 又可以把那个 原来收不到税了 因为他租出去就 或者卖出去就有税金可以收了嘛 是靠这样子来运作 但是有一种可能性是 你跟建商拿来成本才比较低一点 但是可能性比较低 但是有些城市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所以这个不就是 中国版的房地产的量化宽松吗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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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